圣诞节从规亚纳航天中心发射升空的詹姆斯 维博望远镜已经正式发布了第一张照片 目标是银河系中的恒星2MAS J17554042加6551277 而背景星系则是上千个宇宙深处的遥远星系 詹姆斯 维博的第一张照片为何要以一颗恒星为目标 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背景星系高达上千个又是什么情况 银河系不是只有一个吗 2MASJ17554042加6551277究竟是何方神圣 笔者查了下了 原来是北天驱天龙坐天驱 一颗非常普通的恒星 用名为Tag 421210791如下图 这颗恒星距离地球约2000光年 亮度约为太阳的16倍 但这在星图上什么都看不到 因为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 但这颗恒星依然在银河系内 微薄望远镜 为何要选择这颗恒星作为首选目标呢 原因很简单 对焦 望远镜的对焦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调节焦距远近 以达到图像最清晰 但这工程意义上的对焦就不一样了 因为还有对光路 这个可是一个三维空间中的问题 不像调焦 只有距离远近 而詹姆斯维博望远镜的对焦 一定能让你封掉 因为这台望远镜的光学结构之复杂 令人咋舌 首先是一个拼接版的主镜 采用这种结构原因有两个 一是用小主镜拼接一个超大口径的主镜 另一个则是轻量化 6.5米口径的轻量化主镜 是用皮金属制造的 并且在表面镀上了一层黄金 18面主镜的镀金 足足消耗了48.25克黄金 估计各位都能根据这个重量 计算出镀层厚度了 为什么要用黄金 夏文汇继续介绍 绝不是为了土豪金量加外星人 另一个则是其光路 超大口径完成超长焦距 并在光路中加入修正镜调整图像的积变 这种光路被称为Free Mirror Anistic Matte 这是一种由三个曲面镜构成的 向散镜望远镜 其特点是能最大限度地减少 所有三种主要光学向叉 球面向叉 会叉和向散 球叉 球面向叉是 发生在经过透镜折射 后面镜反射的光线 接近中心与靠近边缘的光线 不能将影像聚集在一个点上的现象 会叉 类似彗星形状的变形 为光学系统中的一种向叉 这是一些透镜固有的 或是光学设计造成的缺点 导致离开光夺的点光源 例如恒星产生变形 向散 一种因为大星角的窄光束 所带来的的单色相差 两个相互垂直的平面中传播的光线 聚焦在不同的焦点 会观察到两个焦点之间 所产生的影像会变得模糊 因此在调整光路时 不仅要将18面主镜 完美地调整到一个双举面形 还有将其光线精准地 汇聚到第一附近 然再将光线反射至下面反射镜 再经过数次反射最终汇聚至CCD 2022年2月2日 詹姆斯微薄望远镜 对准了大雄座恒星HD 84406以及周围156个不同位置 使用NIRCam的10个探测器 生成了1560张图像 总计54亿字节的数据 整个过程持续25小时 用于调整主镜 是否处在同一个双曲面上 各个反射镜对应的恒星 这表示镜面精度初步调整成功 接下来就是更进一步的调整 而在3月16日 NASA发布的这颗2MAS J17554042加6551277的照片后宣布 詹姆斯微薄太空望远镜的主镜 完全对齐 性能甚至比设计的还要好 美国宇航局 哥达德太空飞行中心的 微薄运营项目科学家简 李格比在新闻发布会上说 我们今天看到的工程图像 与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图像 一样清晰锐利 但处于哈勃完全不可见的波长范围 所以这使得不可见的宇宙迅速进入我们的视线 非常期待詹姆斯 微薄望远镜接下来的出的真正深空照 相信各位应该是看到了 那个六道星芒恒星的背景上 有着大量密密麻麻的星系 据科学家称 这里有高达上千个星系 首先我们要确认一个问题 这是在银河系 怎么会有其他星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一位詹姆斯 微薄望远镜对准的是 北天区天龙坐天区的一颗恒星 地球的北天旗指向是远离银河系的外围 这里恒星稀少 因此背景出现遥远宇宙的星系并非不可能 另一个问题是 这些星系可能此前在哈勃望远镜 是根本看不到的 一位詹姆斯 微薄望远镜不是哈勃的接班人 而是要比它看得更早 看得更远 更早更远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实现 人类感知宇宙的途径 最早期就是肉眼 看到的就是满天繁星 后来发明了望远镜后 居然还发现这些星星 背后有着各种各样的故事 再后来 科学家发现了红外与紫外光 还有X射线与伽玛射线 以及中微子 而爱因斯坦 则从从它的广义相对论中 预演了引力波的存在 望远镜也从光学发展到了射电望远镜 从上世纪60年代 则开始使用X射线 再到后来 用红外和紫外波段观测 发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再到后来 又出现了中微子观测 和引力波观测 相信大家都了解得非常透彻 但问题是 这些望远镜与观测工具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建立起联系的 是互补还是竞争 宇宙大爆炸与观测手段 现代理论认为 宇宙诞生于138.2亿年前的一次大爆 在极端致密的空间中 宇宙突然发生了膨胀 最早诞生的是引力 之后则是弱力和强力 最后诞生的是电磁力 这些过程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就发生了 之后则开始了膨胀 一直到38万年后 宇宙才膨胀到清朗时代 光子对一同炽热的物质中挣脱束缚 开始在宇宙中横冲直撞 因此我们现代使用的可见光 X光 红外光与紫外 以及电磁波观测 最多只能到宇宙诞生的38万年时 因为在这之前 光子都还没有出来 再早一点 需要用中微子观测 因为中微子在宇宙诞生一秒时拓偶 而更早则需要引力波观测 它可以直达宇宙大爆炸后的一刹那 当然 这些手段都在建设 比如南极的冰立方 和太空中的天秦引力波观测望远镜 而现在正在逼近的 正是电磁波观测的极限 科学家们想看什么 射电望远镜可以看到 宇宙诞生38万年时的微波背景辐射 因为宇宙膨胀 把这些原本在可见光波段直接拉伸到了电磁波 所以科学家们绘制了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分布图 证明了宇宙是各项同性的 仅仅只有极其微小的差别 而现代最顶尖的哈勃望远镜 以及地面超大口径光学望远镜 能看到的则是可见光的极限 科学家需要一种能在电磁波和可见光之间 衔接的望远镜 来观测宇宙大爆炸后 到星系诞生前第一颗恒星的光 由于宇宙快速膨胀 这种恒星的光已经进入红光波段和红外波段 而詹姆斯维博观测的正是中红外波段 口径6.5米是哈勃2.4米的两倍以上 并且詹姆斯维博望远镜在拉格朗日L2点 远离地球辐射的影响 另外还对CCD制冷与绝对零度一不知遥 要的就是吸收从遥远宇宙到达望远镜 CCD每一颗微弱的中红外波段光子 它的灵敏度据说是哈勃的1000倍以上 当然在发布画面中的这幅照片 并非是冷冻CCD拍摄 而是在第一胶平面的CCD摄像机 这台摄像机未来不会使用 仅仅作为调试 即使如此 詹姆斯维博望远镜已经开始展现 它强大的观测能力 十分期待它的第一张照片 第一张照片的时间 预计会在5月底产生 宇宙中的第一颗恒星也许很近 但它真的很远